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個世界真是一山橫有一山低 當大家以為林鄭的防控措施是九流之際 原來在西方文明國家 還有一個人比林鄭更加九流 這是香港的全宗主角英國首相約韓信 他在記者會上說到 英國正在面臨世代最嚴峻的 公共衛生危機 但是在記者會上他還拋下了這一句 他就說 Many more families will lose their loved ones 即是說更多的家庭要做好失去至愛的準備 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竟然可以說出這些不負責任的說話 擺出一副全面放棄的態度 英國的國民就真的要自求多福 故此在英國的香港留學生 和本來前往英國要避世的香港人 紛紛謀求要盡快回香港 國泰航空宣佈了 3月17至19日 每天將會加一班航班 由倫敦的希斯路機場回香港 所以在當地的香港人 要持續時間 如果要回來就趁早 目前英國首相約翰遜 採取一個五毛措施 在英國 什麼五毛措施呢 就不是平時在網上帶風向和人吵架那些五毛 而是哪五毛措施呢 包括 沒有關閉學校 沒有關閉餐館 沒有全面禁止體育賽事 沒有禁止大型集會 以及沒有實施任何的 旅遊限制 那麼這個五毛措施就已經使得英國暴露在高風險的環境當中 那麼這個約翰遜首相也不是傻的 他搞這個五毛措施其實就是有兩大用意 第一他就是要穩住社會的情緒 不要使得群眾恐慌 第二他就是搞一場非常龐大的政治賭博 而這一場的政治賭博 駐馬就是英國國民的健康和生命 那麼他到底在賭什麼呢 就是在賭這個群體免疫法可以成功實踐到 以往歐洲對付德國麻疹的時候 其實用群體免疫法是可以成功擊退了 大前提就是 這個死亡率要夠低才行 目前這個群體免疫法最主要就是使得 當地人在冬天之前能夠 集體感染了他 繼而就是康復免疫 這一套的辦法 其實就是很高風險的 首先 長者就是高風險人士 當他要實踐這個群體免疫法的時候 無疑就是把長者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 萬一他們遭受到感染的話 大家都知道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第二 你這樣搞這一套的辦法 其實也是對於英國的醫療系統的一個壓力測試 當大量的長者是需要接受治療的時候 到底約翰遜如航能夠確保得到 英國的醫療系統是可以必定應付得來呢 而且醫療人員是不會遭受到感染呢 一旦出現了院內爆發的情況 到時候就真的是一發不可收拾 因此 約翰遜的這一套防控措施 是名符其實的政治豪島 香港到底又有什麼應對辦法呢 袁國勇專家就說到了 他就說 英美兩地的情況 在未來四至八個星期 個案數字有可能出現火箭式的上升 他就建議特區政府 好了 所有從英美兩地入境的人士都需要進行居家閉關十四天 我絕對同意這個建議 除此之外 我還建議 所有來自英美兩地的旅客 如果他沒有持有香港身份證 沒有持有香港護照的話 麻煩特區政府就禁止這些人入境 無謂來自 等到香港的情況搞定 香港其實都還沒搞定 不過很多人已經是鬆懈了 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要來自了 遲些沒有事的時候 雨過天青 再歡迎你來 打羅打鼓地歡迎你來 到時還可以在大坑猛 武火龍 去長洲搞太平清照 驅除瘟疫 烏煙瘴氣 全部通通掃清 沒問題 到時才來 現在全部 不要搞字了 怕你 因為外國的人 其實那個警戒意識 普遍都是相當低 但是我們香港人 經歷過2003年的 那次慘痛經歷和教訓以後 見過鬼就真是怕黑 故此我就相信 香港人在全球人類當中 就是警戒意識最高 你看外國有很多地方 根本上他連麻煩都不帶 有什麼好說 外國的政客都是這樣的 而且還叫人不需要這樣做 這個 袁國勇教授就說是文化差異 我就覺得不是 這個是經驗史然 自2003年以前 其實香港人都不流行做這些事 社會又不需要 烏烏烏烏烏 也有的 這些情況 但是經歷過2003年以後 我們在2019年 2020年 就做得非常之好 在民眾方面 不是說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一樣 這麼無能 這麼廢 好了 現在 外國的人 就是 叫做 叫做 袁國勇教授 再次呼籲香港人 如非必要 就不應外有 我覺得他真是有社會良心 起碼 三反四次出來提點市民 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肯聽 目前我們就知道 旅行社的旅行團 大部分都搞不了 可能沒有人報名 但是有些人仍然 非常之樂於自由行 自己訂機票 自己訂酒店 那麼這些人到底是為甚麼呢 我就已經在這個節目當中 也是三反四次批評過這些人 是不負責任 你不單止要想你自己 除非你是獨立自己一間屋住的 比如說住康樂園 沒多好說 就算封 也是封你那座野 沒有其他人士受到影響 最多是你那個工人受到影響 但是 如果你是住一般的大廈 你住一個單位的 你不要那麼陰公 你那些上上下下左右右 街坊街里 怎麼辦呢 是不是 人家有養寵物的 怎麼辦呢 你可不可以想完別人 只是顧你自己 要不就一走了之 沒有鬼回來 你其實可以到處走的 在全世界那裏 你不需要回香港的 不是呀 只有九十天 那個簽證是免簽入境 九十天就要走了 你就走去其他國家 你不要回來香港 你要旅遊 不要緊 說得你 全球環球旅遊 365天 你不要回來 回來就很糟糕 不怕一萬就只怕萬一 只是說香港人在本地 有部分都開始鬆懈 更何況走去外遊 什麼又忘記戴 手又忘記洗 顧著拍照 打卡 自拍 這些老老 哎呀 真的怕你 你走去Happy 你回到來的時候 分分鐘其他街坊街里鄰居全部幫你埋單 全部困住十四眼 你以為很過癮 你自己去是你的事 是不是呀 你可以不用回來香港 你比如說去了A這個國家 九十天逗留 你就去B 又算過而已 沒所謂的 反正你不要回來 這些人是 去得旅遊的就 叫住你不要去的 你類街坊 這些是 黑人討厭 真是 你沒事就算了 如果你隔壁有些長者 怎麼辦 你想一下別人 只是顧你自己 你夠不夠百分之百保證得到你去到外國旅遊的時候 你是以最高境界最高警惕 如果去到這樣 不如不要去 是不是呀 真的 這些人是類街坊 被你累死 本身不去的那些是好地地的 你去因為你去而搞到自己有事 這是不是愚蠢 黑人討厭 接著講講澳洲的情況 澳洲又怎樣 他們就宣佈了鎖國 由今晚開始 午夜開始 所有入境的旅客 請你自行閉關十四天才好走出來 除了澳洲宣佈鎖國政策以外 意大利 西班牙 挪威 捷克 以色列 印度 都已經先後宣佈了 我就認為 這些國家的鎖國政策 對於香港來講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樣就可以使得 目前還在思考去旅遊的人 目的地的選擇就少了很多 你只是靠特區政府 他的反應又慢十拍 只是英美兩地都未曾實施入境限制措施 你等他們去做 不如等外國去做 最好全球都實施鎖國 暫時不要搞旅遊業治 其實就是最好的 不會有這個外地輸入的個案 另外 袁國勇教授還提到 現時 本港每日所做的測試 比例上遠遠不及新加坡和韓國等地 加上 部分市民的防控措施開始鬆懈 街上邊和食店多了很多人 有些完全不設防 他預料香港的情況會反覆 麻煩大家真的要提高警惕才好 大家在街上應該都會留意到 十個人當中 至少有兩至三個人 就已經完全不設防 當香港沒有事發生 太平盛世一樣 這種思維當然是非常危險 因為這些人在說話的時候 口水飛沫就會到處噴 你會噴到人 其實所有的防控措施 一定要 全港市民一起做才行 如果有些做有些不做 基本上效果就會大減 所以香港人未來這兩個月 都未能夠調以輕心 至少連續28日 沒有出現本地個案 這樣才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連續28日 一旦斷攬的話 又要再計算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